当丧尸横行于这个世界 即使是能力超凡的超级英雄们 也会陷入无比绝望的境地 好了,这里是墨千回 这一次我带来的故事 是漫威丧尸世界的最新作品 漫威丧尸黑白雪 目前只出了第一期 如果大家喜欢我会持续关注 等出了第二期就会立即更新 感谢 后拍的街道上 一阵阵关于夜魔侠的呼声 不断从一个肮脏黑暗的世界中传出 昔日的下水道 此时占满了情绪亢奋的观众 而在珊瑚海啸般的欢呼中 夜魔侠一拳穿胸 将面前人的心脏直接掏了出来 接着又是一击迅猛犀利的高边腿 作为夜魔侠对手的那个丧尸 瞬间在周围观众狂乱的欢呼声中 鲁鲁扎裂倒地不起 此时围栏中美国队长打扮的主持人 高声向周围的观众宣布 这次的获胜者是红色恶魔夜魔侠 然后他一边高声鼓励观众 明天带着更多的钱来积蓄下注 一边吩咐手下把夜魔侠带下去 给他们的冠军多奖励一些生肉 就那样 昔日的超级英雄 此时却像是畜生一样 被普通人控制住 关进了狭小的景中 看着面前的夜魔侠 其中一个工作人员询问同伴 他们是从哪搞到他的 同伴回答说 这玩意儿好像是从东部逃来的 没错 这个世界里超级英雄和商品没什么两样 随后 工作人员将成堆的人体残肢丢进了井里 夜魔侠见状立刻扑上去 大块躲起来 就在这时 一阵声音在夜魔侠的脑海中响起 脆肉的主人通过那个声音 感谢着夜魔侠 感谢着他今天的所作所为 如果不是因为夜魔侠出手 他不知道这一切什么时候才可以结束 他一直在遭受折磨 直到今天真的感谢 投喂完夜魔侠后 那三个工作人员抱怨着 他们以前真的讨厌这些异景 干啥事这些人都能插手 不过现在想想也还行 毕竟这些异景下手都有分寸 不像那谁 正在说话间 一个身影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此时 坑洞中的夜魔侠满脑子都是他丧尸话后的回忆 撕掉同伴的脸 参加丧尸决斗 甚至他好像还吃掉过三个孩子 一切都糟糕透了 就在这时 夜魔侠的思绪被一阵呼叫声打断 那个人叫着夜魔侠的本名 询问夜魔侠还记不记得他了 他是惩罚者 虽然夜魔侠没有回话 但上面干掉了三个工作人员的惩罚者 一边自顾自的从包里掏出扩建地雷 一边告诉夜魔侠 自己听说夜魔侠被带到了这里 所以第一时间赶了过来 如果夜魔侠愿意 自己可以帮助夜魔侠解脱 方式就是让夜魔侠变成一个移动的炸弹 然后参加明天的战斗 现在的夜魔侠明白了吗 四日 两个身形高大的工作人员将夜魔侠压了出来 对于之前那几个同伴的突然消失 两个工作人员觉得应该是被其他组织用高报酬挖了墙角 听说有个组织发现了一个块头很大的绿家伙 被发现的时候那个绿东西四只都没了 五脏六腑顺着敞开的肚皮留了一地 但最牛逼的是 那个绿块头居然用内脏拖着自己到处走 甚至还能用内脏攻击别人 所以他们这种愿意卖命抓捕丧尸的人还是很吃香的 听着超级英雄问变成丧尸后的奇闻一事 光头工作人员轻声感叹 真奇怪啊 这些令人厌恶的怪胎变异之前 好像一直都想着拯救世界来着 可现在这些想要拯救世界的超级英雄 变成了供人娱乐的小丑 随着应魔侠的登场 整个丧尸决斗场的气氛又一次达到了高潮 四起比伏的应魔侠呼声 甚至让人们都没有注意到 今天这个超级英雄好像有些不利劲 虽然光头工作人员意识到 应魔侠的身体似乎有些怪异 但他的同伴让他别担心 毕竟丧尸这种东西给多少吃多少 这么臃肿估计是吃多了 可一边的应魔侠却不像往常那样 嘶吼着准备战斗 他只是安静的抬起头 仿佛看到天空一般 呆呆的看着决斗场 苍白的灯光 本叔叔教会了蜘蛛侠能力越大 责任也就越大 而梅仪则教会了他相信希望 永不放弃 梅仪总是在告诉彼得 希望永存 彼得也总是在最黑暗 最凄凉的绝境时 感受过这句话的真实 外星人 变种人 魔鬼 甚至是半神 蜘蛛侠都与其斗争过 曾经即使面对难以想象的困难 蜘蛛侠也坚信希望永存 毕竟有时候 他们连希望都没有了 还能拥有什么呢 然而 此时的蜘蛛侠对于曾经的信念 却有些动摇了 整座城市都已经被丧尸占领 所有的情况 只能用混乱一团来概括 即使彼得戴着面具 死亡的恶臭也让他难以忍受 他一直在等待 等待一线希望的出现 可惜他只能看到更多 源源不断的活死人向他走来 在又击退了一波冲来的丧尸后 报社老板詹姆森 鼓励蜘蛛侠继续 他们会挺过去的 可詹姆森不知道的是 他的话让彼得压力倍增 此刻的彼得 经过长时间的战斗 已然筋疲力尽 不过他也明白 自己是这些幸存者 唯一的希望了 所以即使此刻的他 对于梅姨以及玛丽简 担心自己 但他依然守护在 这群幸存者前面 不过下一刻 一只扑来的丧尸 让蜘蛛侠有些功愧 即使要貌发生了变化 但彼得依然认出 这是他的初恋背地 仿佛故意和蜘蛛侠作对一般 正在蜘蛛侠愁 要不要下死手 干掉曾经的初恋时 另外一个丧尸扑了过来 而这个丧尸 虽然是彼得现实生活里 最好的哥们 经过两秒的犹豫 蜘蛛侠将手里的丧尸扔了出去 他告诉自己 这些已经不是曾经认识的人了 他们变成了怪物 现在他只担心梅姨和玛丽简 彼得不停地祈祷上帝 可以放过他们 毕竟梅姨和玛丽简 就是蜘蛛侠最后的希望 即使周围的丧尸看不到边 即使他还需要不停地拯救幸存者 但彼得依然在鼓励自己 他可以做到的 而他也必须做到 看着自己现实中同事与朋友 恐惧至极的表情 蜘蛛侠明白 他不能让这些人失望 他就是这些人最后的希望 就在这时 整个办公室里 响起一阵刺耳的警鸣声 是詹姆森打开了火警 而这阵声音 让丧尸们分心了一会儿 好不容易喘一口气的蜘蛛侠 也仿佛看到了希望 他趁机开始继续联系复仇者联盟 钢铁侠 美国队长 任何人都行 只要有人可以过来帮自己一下 只要一下 自己就能摆脱这种走投无路的境遇 只可惜 希望总是转瞬即逝 无人回话 没有救援 没有帮助 虽然心里已经明白 情况糟糕透顶的蜘蛛侠 此刻却依然告诉幸存者 坚持一下 自己在联系复仇者联盟 一定会有人过来的 说完 蜘蛛侠再次投入了与未来丧尸的战斗 终于在战斗了一会儿后 通讯器里传来其他复仇者的声音 是鹰眼 他告诉蜘蛛侠 坚持一下 现在情况非常糟糕 是他们在赶来的路上 坚持住 终于听到回话的蜘蛛侠 激动的差点哭出来 他又一次充满了希望 但不知为何 接下来彼得的蜘蛛感应 仿佛突然消失了一般 他甚至都没有注意到 身后准备攻击他的丧尸 不过他还是本能的做出了反应 第一时间攻击了身后出现的东西 这一角蜘蛛侠乎拼尽全力 此时的他全身疼痛 眼睛模糊 甚至感觉自己的嘴里 已经充满了鲜血 蜘蛛侠的身体在变弱 他的蜘蛛感应也越来越迟钝了 就在这时 一只丧尸突然靠近 从背后击倒了蜘蛛侠 疼痛与混乱 让彼得难以回头查看 到底是谁攻击了他 可当他好不容易打起精神 向后看时 此时的彼得恨不得 自己根本没有看到这些 因为他听到了一阵熟悉的声音 那个声音愤怒的询问蜘蛛侠 彼得呢 自己的侄子在哪里 这是假的 这一切肯定都是假的 是滤膜的毒气 还是神秘客的幻象 蜘蛛侠不停的告诉自己 这些都不可能是真的 面前的这个丧尸 不会是梅姨的 可慢慢的 他最终还是接受了现实 除夕的香水 以及丧尸身上的衣服 那是梅姨攒了好久 才买下的新衣服 就那样 彼得绝望的看着自己 最亲近的人 变成了丧尸 攻击着自己 随着一声怒吼 丧尸化的梅姨 直接将蜘蛛侠扔到了墙上 梅姨感觉到 此时的蜘蛛侠非常虚弱 而这对梅姨来说 真的棒极了 在又纠缠了一番后 蜘蛛侠费了好大的力气 才从梅姨的攻击下脱离 可此时的彼得 对于面前的亲人 根本下不去手 其实他也知道 梅姨已经变成了丧尸 但这个人 是这个世界上 对他最好的人 从小到大 无论怎样 都无条件的支持着彼得 可现在 曾经慈爱的梅姨 面目猙獰的攻击着蜘蛛侠 他疯狂的质问蜘蛛侠 彼得在哪 在咳出一口鲜血后 蜘蛛侠缓缓摘下了面罩 他告诉面前的丧尸梅姨 自己就是彼得呀 看到蜘蛛侠的真实面目 居然是自己的侄子 梅姨立刻停下了攻击 他茫然的询问彼得 自己到底在哪 这是什么情况 当发现梅姨居然可以沟通时 彼得激动的抓住他的肩膀 不停确认着梅姨 到底能不能听懂自己的话 此刻的梅姨 这才意识到 自己已经变成了怪物 他流着泪 请求侄子杀掉自己 而这一次 痛苦之急的彼得 对自己唯一的亲人下了死手 他一边疯狂的攻击着梅姨 一边安慰自己 他只是在打丧尸而已 如同咒语一般 蜘蛛侠不停重复着 那不是梅姨 那只是丧尸 现在的彼得只能这么做了 他也必须这么做 已经没有希望了 此时就连最微小的希望 也如同泡沫一般暴力 蜘蛛侠看着自己受伤的手臂明白 他的故事也该结束了 即使他接受不了 但这就是现实 正在彼得彻底陷入绝望的时候 身后那些被他保护的幸存者 呼唤他赶紧进屋 人们已经看出了蜘蛛侠的精疲力竭 就连一直讨厌蜘蛛侠的詹姆森也跑过来 让蜘蛛侠进屋躲一下 不要再强装英雄了 可这时 詹姆森却听见 蜘蛛侠用模糊不清的声音 嘶吼着 让他赶紧跑 赶紧逃命吧 那一刻 彼得用尽了最后的理智 现在他们来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